好像剛才我們說過外圍,大家剛才也有詳細分析過聯署局那邊的立場取態 另外香港其實除了受外圍影響,最近大家都很關注這件事 特首選舉去跑,現在就在提名期間 昨天有一個人物就出來了,李家超辭去政務司長準備參選 正式投票期就是五月初,究竟你看整個四月份的市況 是不是大家都會受到聯署局的五月又會不會加快加息收稅 擔憂和特首選舉的情況,怎樣看港股的走勢 首先我覺得有上升,就是雲觀一點開始下降 其實就是之前一月份也跟大家說過的 其實只要每次過去30年,其實美股只要那個月份不是太差 其實港股就比較容易可以做回他自己的一個比較表現得好一點的情況 所以其實應該四月份,我們自己剛才也說了美股 我們又沒有去到那麼,不是太過悲觀 只不過就可能是比較混沌橫行多一點 那就可能這段時間就適合中港股市多一點的 那就是一來,就是中港股市就因為經濟不是那麼好 那些數據,那就變成大家有個憧憬就是要大力去支持經濟的 那變成就可能一些比較舊經濟股 就是大家可能會想來防,來險,來銀呢 就有機會受惠,放水刺激啊,減存準啊 這些這樣的想法的 那再加上因為傳統踏入到第二季呢 就其實有個季節性效應呢 就是很多港股的高息股啊 或者中資銀行那些高息股份呢 其實都是第二季會除淨的 那例如內銀那些六月左右啦 那所以通常第二季呢 是會有些這樣的影響去托住的 再加上剛才說到啦,又有政策上面的憧憬 那第三呢就是剛才Irene問到的問題 就是關於我們特首那個 現在那個情況的位置 或者叫管理班子整個情況啦 那大家記得呢 其實我們在12月底到1月初的時候 都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今年呢 港股是有一個憧憬呢 就是在說管理班子明朗化 是的,我們不是去說金融市場 有時候很簡單的一件事 不是去好像Irene講 不是說要很細節的說 那個人的立場是怎樣 或者那個方式是怎樣 金融市場只不過喜歡一些 由不明朗變明朗而已 那其實現在看過去這幾天 暫時的消息是明朗化了的 就是大家會見到 哦,原來是這樣安排的 哦,原來有這樣的機會出現的 還有很大概率是這樣出現的 那其實是越來越明朗化的 那這個是符合我們之前說 在金融市場 一個比較簡單一點 直接的就是 我們那時候不是說 原本是預算可能3月底之後 會有個趨化劑 但是因為疫情就退後了的 那那時候也有說到 令到我們對港股見底的時間 就是氣氛見底的時間 是有少許改的 那現在就只不過是 退了到第二季了 那所以其實我們會覺得 不是太差了 這個第三點 那第四點呢 就是大家過去一段時間 都記得我們不斷提醒大家 其實港股去到四月份 就會反過來 我們經常說 投資就要向前往的 就不要使用到後鏡去批判的 那但是有一件事 就真的要看的 就是所說四月初的時候 就會看回 究竟三月的時候 有沒有很多內房債務違約 究竟有沒有一個結構性的風險 那大家 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說 如果你看著美股的KHYB 或者香港的3001 就可能更加直接了 那KHYB就是亞洲高息債 那這個是我們一些修飾的方式 其實上個月有買的 就是低位買的 那未去到最低 但是都現在相對低 那但是3001 就直接是中國的一些 offshore 就是叫做離岸的一些 美元的內房債 那變了就其實更加敏感的 那其實大家看著這個3001 都會看到走水強了很多 那我最少我會想一件事的就是 那我不敢說是否會折折上升 不斷飙 那但是最少 這個都是趕時趕了趕了趕了 趕了成兩個月 這個會是其中一個指標 就是會給大家看 究竟那些舊經濟股 是不是應該有信心見底 那如果以3001的走勢呢 我覺得機會是很大的 那所以我覺得現在講股 就是維持回之前的講法 甚至跟大家講 就是美股澳洲股 就是見底行升 那港股呢 那叫中港股呢 我們就會看起一個打底的格局 那暫時第二季就可能 舊經濟會跑贏一些新經濟的 那你說舊經濟當中的 那大家等於看著內銀 那其實內銀上面的業績呢 就是這次你看著內銀的業績 跟ATM科網股那些業績呢 你就會得到兩種不同的感覺的 內銀呢 大家會看到它無論是撥避啊 呃外賬啊 那些其實那個數據呢 不是太差的 就是比大家想像中 是來得要好些的 但是反過來呢 剛才講的科網股呢 你就會感受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板塊呢 就是那些板塊 其實就是 大家都覺得增長 是見了頂放緩的 那消費力呢 是明顯比想像中弱了的 那所以其實就 我會相信 我不是說那些什麼ATM 科網股要再大跌 但是最少我會覺得第二季看來 舊經濟股那個憧憬 或者那個支持力度 可能會 或者叫做來得確實那些科網股